大家好我是千鳥 今天要為大家帶來的是刺客教條4 黑棋 上一集我們攻下一個藥塞 大白鯊欸 我還沒有列過大白鯊 我先列一下看看 大白鯊強不強 看起來還不強 血不多 不比較多 這白鯊都小側有點打不太到啊 絕對沒有那小劍寶 不知道會用什麼樣的攻擊攻擊我欸 嚇我一跳 可怕嘴巴 他好像血不多啦 沒有丟撞 咦? 那邊跑了 那邊跑了 那有兩種攻擊嗎? 可是其實他沒有要攻擊 那邊要死的吧 那邊一發 那邊要跑了 這麻了 他跳過來剛好可以戳塔 直接對著他就好 不用擔心命 沒有命中 是吧 一定是那隻魚的問題 我才沒有丟走 我在海邊捷到了一個平行 居然 居然藏在這種地方 還好我有找 成為一個聖者 我仍然繼續待在觀測所裡面 研究裡面的秘密 許多幻象如潮水般涌進我的記憶 大概要比聖經還要厚兩倍的書 才有辦法把這些幻象記錄起來 但要我說的話 我只是想了解為何我體內會有兩個靈魂 而我現在知道答案了 待在觀測所一個星期以後 當地原住民提亞諾不足前來拜訪我 他們原先已鎖定我 而且隨時可能把我殺了 我很訝異 原來他們早就已經知道了一切 當他們看到我以後 這些原住民在我面前 緩慢地跪下 我馬上就明白了 這些原住民曾經發誓要守護這個地方 在我與他們談過以後 發現是之前的聖者要求他們守護這裡 或更精確地說 是要求他們的祖先守護這裡 上一個聖者到達這裡 已經是150年前的事 他們告訴我他的墓地就在附近 可是我看不到任何墓碑 自從我到達這個神聖之地 已經超過40年了 而我心中只剩下 我心中也剩下一個疑問 到底還有多少和我的同類到過這裡 從我的不足開始已經過了8000年 我相信這個數字應該很多 但我不確定有多少人 但讀者啊 別被這些事情困擾你 如果你已經讀完我所有的故事 你應該看看我的遺書 我會把那封信藏在靠近觀測所的地方 我的墳地也會在那裡 我已經指示這裡的守護者 把我的肉身埋在我指定的地方 現在該說再見 我還沒有拿到6號 居然還有別的 不知不覺中美術收藏已經這麼多了 這應該是大白鯊 目前已知最大的略實性魚類 大白鯊的致命武器是由他口中 近300顆鋸齒撞且層層排列的牙齒 大白鯊有可能會攻擊人類 但通常是基於好奇而非飢餓 會先咬咬看然後再吐出來 呃 其最大可達4.6公尺長 去找更多公牛鯊吧 他們更致命 要這麼致命做什麼 這邊還有一個寶箱 其實我已經快把這些 海邊的寶箱都撿完了吧 只是因為撿這個寶箱實在是 蠻無聊的一件事情 剩9個了 這次還要去哪裡好呢 這次還要去哪裡好呢 好嗎 2 1 2 1 2 2 1 2 2 3 2 2 2 不知道這遺跡會不會很複雜 哎呀 又不想一發到炮了 葡萄 這時候 白獵蠢蠢蠢 蠢蠢蠢刀要拿走 我可以停船 一上來馬上就有信 這好不好是最後一封 波斯達斯當時手下有許多奴隸 還有兩名白人男孩當僱員 一個是水泥匠另一個則是細木工 兩個人看起來都不太有腦 因此讓我顯得比較聰明一點 南文波斯達斯希望我能多學習一點木匠的技巧 我也很樂意多忙一點忙 這工作讓我一年賺兩英鎊 也讓我的靈魂獲得滿足 細木工需要一雙穩定的橋手 還有一些裝飾與美工的品味 而達文波斯達斯認為我兩者兼具 通常一個木匠最快也需要七年才能出師 但我五年就達到可以自立門戶的境界 在我十九歲的時候 我決定開一間自己的店面 現在我也靠自己的努力成為一個木工大師了 我的師父並不捨得我離開 還在我離開前祝我好運 他知道我是他有史以來最有天賦的學徒 笑著你的確是有某種才華 好像你已經做這一行很久一樣 我將我所有的家當打包 接著去和父母告別 並搭上一艘商船 前往新印度群島的雅邁家 聽說那裡很需要木匠 剛剛六號也拿到了 應該沒有剩了吧 最後就是 關廁所的時候 他的遺書 看起來這個島挺麻煩的 他 他的麻煩都可能不輸欸 上次那個 外裝成椰子海灘的 遺跡 遺跡 他在下面吧 真的 這也太高了 他好像要跳到底下去哪 他要重新爬上來 沒有嗎 有了 我先把碎片拿一下好了 我先把碎片拿一下好了 找不到藏寶圖欸 好吧 找不到藏寶圖也智能 先下去撿的東西了 他好像沒有顯示我 現在已經收集到多少麻雅石 還剩多少 我很想趕快拿到瑪雅套裝喔 瑪雅套裝 它有防彈的功能 可以抵禦我最討厭的槍兵 那樣地圖的確是在上面啊 這樣就要繞一圈去拿 有種麻煩感 有種麻煩嗎 蟲雅套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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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這樣過嗎 蟲雅套裝 蟲雅套裝 我會找到你的 又會找到我的 你又會找到你的 你又會找到你的 沒有路可以走 那邊有個台子 跳過去看看 這裡更高了 還是說從這邊 看來不是 這樹可以走 哦 下面是路啦 哇 其實 剛剛吃碎片的地方 如果往下的話 我就可以看到這個是屍體了 我來看看這邊有沒有什麼藏寶圖 有耶 他坐標應該是沒錯 從圖上看來在這個島最上面 我得先想辦法爬上去才行 嗯? 這兩個寶箱不在這嗎? 好吧 我先俯看一下 這個島應該風景很不錯 果然 不知道他的視角再向下清晰一點的話 或許會更漂亮 可以看到島上的一些遺跡 根據藏寶圖的話 這個寶藏應該在這附近 嗯? 藏寶圖勒 好 站著 對啊 我剛剛爬上來 這是前面的那一個嗎? 那個建築是前面那一個嗎? 那個建築是前面那一個 現在是在後面的池子 所以他應該在 在那個雕像的旁邊 雕像水池的旁邊 應該在這附近 我覺得就在這裡了 啊 有了 Yeah 菁英中單到手 再來是 應該還有一點點寶箱吧 他應該是最後一個了 他應該是最後一個了 欸 還有喔 在那邊 剛剛找不到兩個 剛剛找不到兩個 咦?沒有在這嗎? 在下面 那還往下 那還往下 那應該還可以踩吧 下面的石頭 什麼? 啊 會不會又是在 洞穴裡面 我直接跳下去看看 還好沒有摔死 還好沒有摔死 真的 在洞穴裡 還好沒有摔死 還好沒有摔死 真的 在洞穴裡 還好沒有摔死 剩下最後一個寶箱 還有一個石碑 還有一個石碑 現在滿快的 沒多久 就已經快要把這個 倒的東西拿完了 沒多久 好 要不在下面 下去 下去 好像都拿到了 最後的東西 居然是在牆上欸 不對 應該是這樣轉 居然還有在牆上的 居然還有在牆上的 加上這個地方就完成了 來看有沒有一些猴猴可以打 對 他好像捲尾猴 不是猴猴 有嗎 有嗎 有了 它滾進水裡了耶 這樣我怎麼剝皮 還好還剝的到 我要憋氣剝皮 還有嗎? 好吧,看起來只有一隻 要去前往下一個地方吧 刀掉了 接下來我們回之前那個殘酷去做我們 剩下的暗殺契約好了 其實我中間有去打傳奇傳之 我想要全部都打完之後再一次整理 一擊這樣 順便給有興趣的人看看我是怎麼打傳奇傳之的 等一下這個安全目標該不會是在我剛剛去的島吧 還真的欸 早知道這樣的話我就先來按下任務再過去了 沒關係我們可以用傳送 到了 身路傷害還要再跑一段距離 下雨了耶 寶藏 你們也在找精英種蛋嗎 他被我拿走啦 你們找到死在這裡也找不到寶藏你們可以走了 好啦按下任務我從這邊突破 躲好躲好你在幹什麼 先上面這個好了 希望他會走過來 我躲在這裡 我躲在這裡 用口罩吸引他 來吧 換一下荷明初見以防萬一 沒有看到目標 下面那個要用空中暗殺好 然後 然後 我的直覺告訴我應該在這附近了 先解決那個槍兵好了 先解決那個槍兵好了 沒有 沒有嗎 還在這附近 還在這附近 啊 糟糕這樣會被發現 這個是目標 好 太好啦 自己出來給我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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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剩下滅到我 要剩下的那邊 中間 踩下去應該不會摔死吧 啊 好痛 果然不然爛跳的 這樣子 倉庫應該也完成了 咦? 咦? 藥薩還有一個支線行動我漏掉了嗎? 回去看看 這位的海軍契約呢 沒有嗎? 這個要在57等喔 難怪那麼難打 這位的海軍契約真的不見了耶 海軍契約真的不見了耶 這是港務長啊 這是地方官啊 該不會有BUG吧 沒有看到契約 還是說因為我衝氣太高沒有辦法做這個任務 我消掉試試看 還是沒有 欸 欸 對啊 我沒有衝氣啦 是有漏掉什麼嗎? 上面還有一個 紅色目標 這我不能動 可以了 看來我覺得跟這個紅色目標應該無關 我覺得殺了他應該也沒用 啊 會不會有可能是 其他契約還沒破 這個契約不能破 如果有個順序性的話 那我現在待在這邊也沒有什麼意義 這個 去攻其他要塞吧 好 時間差不多了 這請先到這裡 謝謝大家的收看 明天見 掰掰 知道嗎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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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